什么叫街头运动? 大家记住,街头政治,大家好好学一学 曼德拉几乎玩的是最好的,全人类 全人类玩的街头政治最差的就是八九六四 你没有经过八九六四,没有受过伤 你永远不会研究街头运动 当你在八九六四流过血,受过伤 你就会了解世界的街头运动 街头运动一定要记住 要有两个致命的观点 不要和当权者 形成长时间的所谓的抗议 那对你是不利的 因为你抗议者的经济,生活,安全,家人 你在一个集权控制下 随着时间的延长对你是没有利的 而且他们有各种办法把你干掉 把你瓦解 第二个,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这种街头运动 用的是一种完全当局无法控制的和平资源 而不是搞暴力 搞暴力是没有冲路的 什么叫暴力呢 你造成公共灾难 伤害 伤害别人的生命是不可以的